第一款和大家分享的是这一款 这几年豪雅力推的一个系列之一 Octavia 除了曾经都出过很多表盘的颜色组合以外 其实这几年陆续也推出了非凡即时 就是我们所谓这个flyback chronograph 或是GMT这些较为复杂的功能 Octavia小刚个人觉得是一款识别度 非常好的一款系列 那表盘主要是用了这个阿拉伯数字 它有配上这个较大的这个十分针 所以其实它很有那一种豪雅定位的 那个飞行员的那一种战斗风格 加上它那个非常豪雅的豪雅风格 那个表格 所以不难看出你戴在手上 这一款就是一个Octavia GMT功能也是小刚觉得比潜水表 比较好玩的一项功能之一 那这一款最新的这个Octavia GMT 表径是42mm 表格到表链整体的这个手感 真的很优秀 有兴趣的朋友一定要去亲身 拿一拿去体验一下 那这个双向旋转的GMT表圈呢 是Ceramic陶瓷的这个材质 它是用了这个蓝黑双色去做搭配的 表盘这个橙色这个橘色的第四支针 就是这个GMT指针 那其实它是搭载了这个Slitter Base改装 过来这个豪雅叫Caliber 7的这个GMT双十区 这个机型而且也是一样有这个天文台等级 这个Chronometer Officially Certified 这一款天文台等级的机型 防水性是非常实用高达100米 算是一款非常实用的这个日用表 那第二款小刚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一款Tag Hoyer Corella 是其中一款它推出之后呢 小刚都一直喜欢到现在的其中一款 因为Corella绝对是非常经典的一个系列 那它是以速度而诞生的这个系列 那个多角度前面的这个表额 哇真的是深受表迷爱戴 小刚个人也是非常的喜欢 那为什么我会喜欢影片今天这一款 Corella即时马表呢 原因非常简单 先不说规格 就单单那个绿面 真的是太好看了 那应该也不太容易和别人撞表 那上手呢给人就是感觉是比较内敛 但是又懂很多的那一种性格给人 那这一款表呢是44mm的这个表镜 那整这个表颗到表面呢 整体几乎都是用了这个拉丝和霧面 处理的这一种套罐 拿在手上真的很热血 也不容易会沾到指纹 那要说一说 那个绿色的表盘呢 是用了拉丝处理的 视觉感呢给人就是真的很高级了 机星绝对是小刚非常喜欢的一项特色 Hoyer 02 这个豪雅02的这个即时机星 这几年这个话题性也是非常高了 这个导注轮离合 4Hz 28800平震率 而且还可以高达80个小时储存动力的 这个天文台等级 Chronometer Officially Certified的这个机星 可以说是同级里 几乎是没有几个对手 第三款小刚刚和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这个非常有名气的潜水表系列 Aqua Racer 那这款是比较新推出的 这个烟熏蓝的这个表盘 这个Smoke Blue 那它搭配了和表格一样的 这个不锈钢材质的这个表圈 所以显得这个表盘就特别的特出 而且它这个表盘是有线条纹的 所以这个烟熏蓝 你在光线下是显得更有这个层次感 这点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 那200米的防水 40mm的这个完美的这个表径 那再来就是双色的这个夜光指针 也是小刚非常喜欢的一点 比起其他同级对手来讲是更有潜水表的这个味道 机型也是非常耐操耐用这个Selita Base 豪雅称这个Caliber 5的这个机型 很实用的一款通勤表 第四款小刚和大家分享的就是非常有历史 也是泰格豪雅这个Tech Hoyer 终极表迷喜欢的这个系列Monaco 那这个系列真的不是玩玩的 那曾经还用过这个Zenith 这个真理石的这个即时的即兴 那你曾经小刚也有想入手过这款Monaco 那方形的表格呢非常有识别度 方圆实力呢你就能认出 那小刚手上这款是Gaft Special Edition 这个特别版 那表盘的设计颜色也是用了这个Gaft 这个油的这个公司 它这个经典的这个配色 表盘里的即时小盘也是小方格 非常有特色 39mm的这个表格 表格用了这个豪雅 非常经典的这个设计去搭配 那用了这个豪雅Caliber 11 也是重度改装 来自Selita Base的这个机型 就是我们讲加了这一款 Dubuis Depress的这个module 这个即时模组 高达59.4Hz 40小时储存动力的这个机型 商链这个摆脱 那个和表扣一样设计的这个豪雅 Hoyer的这个logo 红色那个logo真的是越看越美